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名词系统 那么先来看上一次留下来的作业 首先还是拼读的问题 来读一读下面这些词 Adelfos 接下来 An Ecclesia 教会 Exo 两种词性 App 还有两种其他的形式 App和F 因为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个地方不再啰嗦 Hey Mace 我们人称代词来了 Ide Behold 还有一个 Idu Idu 这个东西我们以后还会语得到 还会语得到 尤其是Ide 其实蛮有意思的 它是另外一个时代的 然后命令式 到时候再说 Galos 然后Gale 和Galong 那么 原意本来是漂亮 是吧 原意本来是漂亮 它也有好的意思 Ude 那么你发现 其实有两部分构成 是吧 一个是And 一个是Not 你把它砍开 前面的U 后面的D 来看下面 说 He Mace 跟上面 He Mace 正好 然后 Hode Here 是吧 学学这些小词 然后 老师这么说 叫 Didascalos Didascalos 往后走 Ithus Ithus 它这里给出的是它的 副词 副词 立刻这个 其实它也有形容词 形容词的用法 往后走 Health Health 也是有两种词性 两种词性 往下走 Mathetes Mathetes 门徒 往后走 门 门呢 其实很多时候还要跟一个D 配合起来用 一方面 另一方面 往后走 Math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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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Mathetes 你觉得这个词是不是有点眼熟 比如我们学过一个 这个 Udese 和Udemia 还有Udene 这样的情况 这个地方其实意思差不太多 意思差不太多 只是用的场合不太一样 它用在别的语气里面 以后我们再说 Monos 然后Money 和Mono 形容词 往后走 Hobos Hobos 那么 How Z In order that 往后走 Hosos Hose 和Hosong 与什么什么一样大 还有 与什么什么一样的多 接下来 Un 也是个非常常见的词 Obsalmos Obsalmos 那眼睛 眼睛 其实这个词 包括我们的有些有趣味的品牌 比如 Obsalmos 就来自于这个词 Obsalmos 叫Balen again 副词 接下来 Weber Weber 也是两种词 也是两种词性 好 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 这次是希望你能够总结一些特征 帮助你判断这个事 比如说第几人称 然后是第几人称的什么数之类的 比如说我们 拿这两个来举举例子 一个是 He Mase 一个是 We Mase 从 比较上来看 他们长得都差不多 只是最开始的地方有点小区别 是吧 一个是以He 开头 一个是以We 开头 这就是个好例子 包括我们说了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 虽然那个表特别大 但是第三人称的规律性也非常非常的强 对不对 它都是以Out 开头 都不送气 都以Out 开头 然后 它是一个 这个 212的 这样一个 变革类型 所以 都是比较简单的 第二变革 第一变革 第二变革 这种情况 好 这是关于 这块 第二题就说这么多 第三 第三 我们来读读经 第21到第25节 这一次因为学了人称代词 所以 我们把人称代词这次 应该把它全部找得完 来看21 说 如何 如何 然后 问 问谁 问他 奥洞 好 人称代词来了 奥洞 对吧 我们说了第三人称都以Out开头 后面该是什么尾巴 就接什么尾巴 南版的他 后面大写直接领语说 第1 第1 那第 执意 执意过来是What 是What 然后后面的Un 因此 所以这像是一个So What 那个感觉 然后说 Heleas Heleas 这个词也可以拼作 Eleas 有些 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拼法 前面的这个地方 送气 还是不送气 都有 Heleas 学学刚 你 然后后面 你是 那个是在后面 E 然后Heleas 以利亚 说你是以利亚吗 Kai Lege Kai Lege 然后他说 Lege Uke 学学刚 我不是怎么说 叫Uke Uke E 另外 周围提醒一句 都提醒一句 这地方问句 这地方在不断的对话 是吧 抓住这些问号 问号 小心哦 这是问号 接下来 Hor Prophetes Eisu 说 Hor Prophetes 说 那先知 哪个先知 说 Eisu 你是 他说你是那先知吗 哪个先知呢 哪个先知呢 犹太教里面 最重要的先知之一 或者说 就是犹太教里面 最重要的先知 摩西 他说你是那先知吗 包括你看到这个地方 Prophet 这个地方是个大写 表示 特指的某一位 Kai Abekreite 回答 回答 有些你可以学一学 问怎么问 叫 Erotesan 他们问 然后他回答叫做 Abekreite 说什么 U U 好 这个挺有意思的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遇到的更多的词形 长成这个样子 或者 或者 将后面的K去掉 长这样 这是比较常见 为什么加个K 是因为 要把 他跟后面的这个原因开头的词 跟原因隔开 所以加了个K 隔了一下 但是 如果 他自己单独拎出来 单独拎出来的话 那么 可以中毒 感觉吗 可以中毒 一般来说 他不中毒 一般来说 他不中毒 他会把 他的中音 丢给后面 但是 如果单独拎出来用 他可以中毒 比如这里 他就放在 句子最后 而且这是直接语语里面 就这么一个词 U 表示了No 来看第二词 Eban Un Auto Tis E Hina Abo Kri Sin Domen Tis Bem Sin He Mas Ti Legis Berry Se Auto Aban 你以后会很熟悉 这个Sed 这个词的 Un 在这里的Un 放前面去 翻译成了一个Finally Finally 然后Auto Auto 好 人称代词来了 对他 对他 所以下面并没有翻译成一个 他们对他说 但是 看这上面原文其实有个对他 对他说什么 Tis A 好 Tis A 跟刚才的T不太一样 是吧 T呢一般是个What 而Tis就是个Who A 你是 我们说过要去记 A me的 那么七个 七个词形 A 你 你是 是吧 那你是谁呢 Tis A Hena A A A Pokrisin 前面的Hena 其实我们前面在读生词的时候 也已经读过了 它叫做 以至于 或者是 啊 就 就能够 怎么怎么样 A Pokrisin Apokrisin 这里是回复啊 回复 然后 我们来看 这里最后有一个 Hey Mas Hey Mas 我们 我们这个是你要求的 后面这些 有一些这个 呃 叫做 呃 那个 呃 分字也好 或者是 嗯 虚拟语气也好 这些暂时不用去管它 说那些派我们 派我们来的 然后 T Legis T 又来 What 这个你要知道 接下来 Legis 你说 你说 动词的话 我们马上要学了 而且这种 这种形式的动词 其实我们最开始 就要学会的东西 Berry C O2 Berry CO2 关于你自己 关于你自己 你怎么说呢 这里有个C O2 我们还暂时没有学到 但它其实也是我们 代词的一种 代词一种 被称为 反身代词 反身代词 你自己 前面有一个 长得比较像你的C 是吧 后面有一个 就好像是第三人称的尾巴 嘔吐 好的 这是关于第二十二 往后走 二十三 F Efe Aghô Fone Po Ontos Ente Erimo Iozunade Ten Hodong Gurio Kasos Eben Hesaias Hoh Profitis 如何 F F 他说到这个词 以后你也会遇见 这个词也是 一个 一般的过去时 说他说到什么 后面大写 ego 我 我 然后 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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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声音 一个声音 然后 bondos bondos 一个 大喊 大的 喊叫的声音 然后 ente errimo 在哪 在哪 在 这个 旷野里 ente errimo 作为后面的 这里 所谓 in the desert 喊什么 我们来看 又一次大写 elstunade 一个 这个 引号在里面 说 elstunade 这个地方就是 make street 修植 修植 elstunade 在我们前面 声词表里 其实有这个词 不过 这个地方的话 是它的 副词板 副词板 而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一个 动词板 在这 这是一个动词板 说修植 修植什么 ting hodon 你学学看 我们的道路怎么说 道路叫hodos 道路叫hodos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词尾 跟前面的 贯词词尾 保持了 不一致 是吧 不太一致 那前面是个 ting 这是按照 第一变革来变 而后面是个 on 这是按照 第二变革来变 似乎 长得就是 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 要知道 虽然词尾可以 可以 不是很一致 但是一定在 信数格上 是保持一致的 这个没有问题 谁的道 kiriu 主的道 对吧 主的道 接下来 gassos gassos 那像什么什么 一样 像什么什么一样 就像呢 Aben 他说 谁说 heisaias 好 heisaias又是 以利亚 这个 哦不是以赛亚 不好意思 以赛亚 那么以赛亚的话 中间有一个 分音符号 对吧 分音符号 所以不是 esaias 而是 esaias 这地方 两边断开 esaias 接下来 Hoprofites 一个 叫做同位于 什么以利亚 叫做 那先知 以利亚 看第24 说 kai abestalmenoi eisaias ekton fari sai 如果 kai 而 在这里 翻译成了一个 na 接下来 abestalmenoi 一个分子 分子 被派出的 说 而那些被派出的呢 a3 他们是 他们是 这个你还没有学到 我们只学了一个 一个过去时的 是 就是那个n n 而这个是一个 他们是 他们是 有些人可以记起了 如果是一个的话 叫做n 一个的话叫n 然后他们是 叫做a3 也就是这个词 我就不写了 也就这个 a3 然后 他们是 ekton fari sai ekton fari sai 那么 从一群 从那些 法利赛人 里面来的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说 就是 某一些 某一些 或者一些 法利赛人 从这边上看 是out of the 是吧 法利赛人 一大堆 好的 往后接着看 第二组 开 erotisan alton kai ebon autot ti un baptisei e su uk e ho hristos u te he leias u te ho pro faites 来看 开 而 接下来 这个 erotisan 又来自 问 而他们问 问谁 out 问他 并且呢 kai eban out eban out 所以看上去 有点啰嗦 看上去有点啰嗦 这地方前面又是问 后面又是一个 A盘又是说 问又问又说的 所以这个 在后面我们会说 这是一种所谓的累赘 累赘的用法 其实这个很像是 西伯来语 西伯来语也会是这样 西伯来语先来一个问 然后再来一个 并且说 往后看 说 tei un un 要放前面去 因此 tei 什么 但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翻译做 为什么 说 那么为什么 baptises 你实习 你实习 为何你要实习呢 a a 学学看 小词 if 如果 如果 siu 你不是 学学刚刚这么说 你不是叫 siu uk a 如果你不是谁 ho christos 你不是基督的话 除了不是基督以外 u de u de u de 也不是 是吧 u 不 然后 de 可以说是一个 也 也不是谁 也不是 以利亚 heleias 再来 u de 也不是 也不是 那先知的话 这是第25 希望你觉得 希望你觉得 除了那些动词 我们目前来说 基本上还没有 正式学过动词 说动词以外 其余的很多很多的词 好像 我已经 知道的 差不太多了 那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继续 首先要收回 上一次 在最后预告 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一次 是我们 名词系统的 最后一课 不行 后来我发现 后面这块东西 东西是太多了 我还是会砍成两半 这一节和 再下一节 两节课 我们结束 关于名词系统 部分的讨论 那么这次要讲什么 这次讲的是 所谓指示词 Demonstratives 除字之外 还有一个 第五格 也就是 所谓呼格 除字之外 还有些其他的 零零星星的小问题 先来看 指示词 指示词的话 首先还是先从英语指示词开始 我们的孟恩斯总是对 这个英语的语法有点不太放心 他说英文指示词有两个 一个是禁止 一个原指 this these 禁止这 或者是这个 这些 和原指 that those 那那个 或者是 那些 看看例子 this book is the greatest Greek textbook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的感觉 这本书是最好的 希腊语教学 或者教材 那 来自于哪 this 对吧 this 这就是我们的指示词 不过这是一个指示形容词 指示形容词 在有些教材上 其实他说 指示词全部是形容词 你看到的所谓的 指示代词 其实是形容词的 名词用法而已 Although those students really work hard 那些孩子 那些学生们 真的很用功 那么 those 这个 是吧 然后他说了 这个词既可以做代词用 也可以做形容词用 那么上面这两个 下面这两个 都是做形容词用 他们自己并不是一个 独立的作为主语啊 在这里 他都是修饰后面的 book 或者是students 这才是 中心于 那么下面这个呢 that is mine that is mine 而这回 他可以来做主语了 来做主语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 所谓代词 然后再往下看 叫that car is mine 那这个地方 他修饰后面的car 形容词 两个用法 对吧 来看看 希腊语方面 希腊语方面 希腊语的话 也是禁止原指 禁止原指 那禁止叫做 futos 原指叫做 ekainos 其实这个是对于 通用 通用希腊语来说的 或者说圣经希腊语来说的 如果是古典希腊语的话 其实不光是这两个 还有一个 然后他说到 他的用法 其实跟英文很相似啊 禁止还是指那些禁的东西 包括你看后面 他可以做翻译 那么最大的差异是哪 他说的最大翻译 来自于他们有不同的格 和不同的性 不同的格和不同的性 那 实际上 你如果翻回到 英语这个地方来的话 this this that 和those 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 它没有其他的词形 没有其他的词形 然后 this boy 还是this this girl 还是this 所以 没有性别之分 但是希腊语的话 要曲折得多 那么 曲折得多 就表示他的词形变化 更加丰富 他就会反映更多的 语法方面的信息了 然后 用法 用法 当他做什么用 当他做代词用的时候 他的格有什么决定 由他在句子当中 所承担的功能 起到的功能决定 而他的性和他的数 则取决于他的前置词 antecedent 取决于前置词 所以格是看功能 而他的性和数 你要看看 他代表的是谁 然后作为形容词的时候 要简单一些 形容词的话 那就是看中心语了 他的性 他的数 他的格 都是看他的前置词 他的前置词 他代表的是谁 或者说 他修饰的是谁 来看词形 来看词形 那 这首先出现的是一个 Hudos 也就是禁止 禁止 那我们来读读看 说得完 Hudos Tudo Tudo Tudong Hudoi 然后 Tudong Tudois 和Tudos 如何 我希望你觉得 这个也并不难 比如说 比如说 尾巴 还是你熟悉的那些 Oth Wu O Ong 这些尾巴 如果你去回顾 我们之前学的人称代词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他跟人称代词 其实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 当然也有他自己的 比较 大的特征 比如说 比如说 你会发现在这一列里面 在这一列里面 基本上都是以 Tudo来开头 但是如果我前面没有这个 Tao 那么就会有送器 比如这里的 Hudos 和Hudoi 另外还有一点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众音的问题 众音都在前面 包括你把整个表看完 整个表看完 所有字经看完 你也是得出这个结论 众音在前面 但是如果你翻回到我们上一次 上一次你学的 比如第三人称的那个大表的话 你会发现众音全部在后头 众音在强调 尾巴 而这回它的众音 在强调它的磁干部分 抓住这样一些特征 可以快速的帮助你判定 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 第三人称的他 还是 还是这里的 所谓的这个那个 尤其是禁止的这个 因为确实有一个形式 包括下面你马上读到这个形式 跟对应的他 长得非常的像 我们来看看 音信版 叫做 中间有一个捣乱的是吧 然后如果你横着看 如果你横着看 你会发现这三个都是一样 因为这一个的话是从 第二变革借用过来的 那看看它的尾巴是你熟悉的那些 对吧 A S A N I O N S和S 你熟悉的那些 跟上一次学的 这个人生代词那一堆是完全一样的 前面的这些规律还是一样 如果如果没有这个T 就要有送气 中音全在前面 来看第三列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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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 都懂 都都和到达 其中可能就这两个有点例外 到达和到达 其余的应该来说都不难 都是都都之类的事 那么教材的说法是 如果你的尾巴是一个R 那么你的前面 磁干也会受到尾巴的影响 也会加上一个R 比如这个就变成了道达 而不是度达 这个地方也一样 尾巴是R 因为毕竟 我们说过了中性 它的主格跟兵格总是长得一样 所以这两个长得是一样 唯独这一个少少的例外 少少的例外 就这个有点少例外 那么 其余的这些尾巴 都是你熟悉的尾巴 当然除了第一个以外 除了第一个以外 毕竟第一个的话 它省了一个N 它应该有一个 好像应该有一个原始的词为N 但这个N没有打上去 但是在兵格部分是出现 好 这是关于 它的词形 一定程度上来说 如果让你要默写的话 确实有点难 但是去判断 这个东西是一个这个 我想应该不是个很难的事 抓住那些要点 是吧 中医在哪 是吧 中医在哪 然后大多数都是以什么什么开头 然后尾巴 都是对应的尾巴 这些尾巴是应该现在比较熟悉的了 没有什么例外的状况 往后走 来看原始 那 原始 原始这个呢 其实最好是先学一个词 叫做AK 你只要知道了AK 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AK 意思就是 ZER 那 好了 有了这个之后 你自己看吧 AKE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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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 是吧 前面都差不多 后面是你熟悉的 第一变革的那些尾巴们 来看中心这一列 AKE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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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AKENOS 如何 最后的尾巴是不是熟悉的 然后这一回是 这个 主格跟 兵格长得一样 并且都省略了 后面那个N 就直接拿了他的 磁干 来作为他的 最终的磁形了 就这点区别 好的 这是 关于 原始 就说这么多 就说这么多 还是那句话 并不是要求 你要把他这个东西 完全默写下来 希望你能够 通过他的特征 比如看到了AK 再加上对应的一些词位 能够迅速的判断 它是什么意思就行 好的 这是 书本上关于 刚才这个表的一些评论 其实刚才也都差不多提到了 我们再来看看 说 中性的话 中性的话 它的 这个 主格和兵格 是没有这个new的 没有这个new 那 你也能看得到 在这里 这也多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是吧 没有最后的那个new 省略了一个new 再来 Hooters Hooters 有送气 有送气 然后他说 你可以通过这个来 帮助你判断读 跟我们前面所学的那个outdoors 是不一样的 第三人称都是以out开头 而且都不送气 而这个地方是送气 而且重音在前面 然后他说最开始的 前面这一个原因 其实是受后面的尾巴的影响的 比如说如果 如果他的词尾 或者说不说词尾巴 他的词干的最后一个尾音 词干的最后一个尾音 如果是alpha或者是eta 那么他前面就会用R 如果词干的尾巴是一个O 那么前面就会用O Omicron 就会前面用Omicron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点奇怪 到达 到达 为什么前面都是do 到了这里是到达 因为它后面是个R 所以前面这个地方 也变成了一个R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如果他们是作为代词用 代词用的话 那么自然他们就不会再去修饰 别的一个什么名词了 这个是一个相当于常识性的问题 来看看他们的一些用法 说 如果 如果是 作为这个形容词来用 那么通常情况 他们说是放在哪呢 放在一个表语位置上 放在表语位置上 我们来看看他下面给的一些翻译 他说 Hutos为理贤 静止静止 叫做 Hutos Houti 然后 Tudo 三个 三个都是this 不过因为一个是阳性 一个阴性 一个中性 所以对应的分别是 This man This woman 和This thing 再加上来说 Hutoi Houtai 和Tota 那么 This 都是This 不过 一个是人 或者是男人 一个是女人 一个是东西 或者是事情 事情 所以 它到底是 到底是指什么 要看性别 是吧 要看性别 阳性的 那就是一群男人 那么 如果是女性 阴性的话 那就是一群女人 如果是中性的话 那就是事情 或者是东西 那么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个 你可以说 它的意思 还真是 由它天然性别 天然性别来决定 你最后加上的到底是男是女 那 你要考虑到它是什么性 来看原子 Ekainos Ekainos Ekaini Ekaino 一样的道理 是吧 一样的道理 而 后面的Ekaini 这个地方 打错 应该是Ekainoi 你怎么改成Oi 跟这边一样 Ekainoi Ekaini 和Ekaini 都是Those 然后加上对应的男还是女 他说了 这个翻译的话 要翻译它的所谓自然性别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都不太鼓励你 用自然性别 跟这个 语法性别 相互混淆 就是说语法性别 不等于自然性别 不过在这里的这个翻译的话呢 你倒是可以真的参考它的自然性别 然后我们来说 它作为这个形容词用法 形容词用法的话 是放在 放在表语那个位置 我们来看看它给助理的 叫Hotos for Anthropos Hotos for Anthropos 那这 是吧 这 然后这 那人 这那人 所以连起来就是这人 这人 但是它放在了 所谓的 表语位置 也就是说 它不会出现在 比如中间 它也不会 它也不会在前面 再加个后 变成Hotos的形式 再来 Hotos for Anthropos Hotos Hotos for Anthropos Hotos 把它可以放后面 再来 Ekanoi for Anthropos 那 那 这些 哦不对 这个地方翻译错 那行 非常 非常明显的错误 Hotos Hotos 那些 人 那些男人 或者说 那 就是 这一点 我好干 有时候呢 他们也可以翻译做 人称的代词啊 几年前 曾经跟 美国的某位 神学院的老师 有过一次 有意思的一次争执吧 到时候我录的视频 录了视频之后 我就把这一个Hotos 当然不是这些经文了 我就把这个Hotos 我解释为是一个他 然后他跟我说 不是他 是这 是这 是个this 那现在的话 我觉得 当然他也许早就不再是他所 所 现在所 现在想法可能也变了 然后看说Hotos Esta Hotos Esta 那么Esta 嗯 这是一个将来时代 将来时代 我们说过 到目前为止 只要求你去记那七个 关于Ame的词形 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接着扩充 这是个将来时代的 He will be He will be 说 本来是 这人 这人 他 will be 是吧 他会是 他会是 不过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直接翻译成一个he 再来 Megas Megas 希望你觉得这个词 也不是特别的难 英文也有这样 Mega 你知道 那个叫 微整天的人 他的名字叫什么吗 Megas 那么 大 原因是大 那在这里是说 将成为伟大的 然后呢 Kai He is 最有趣的是 后面这个词 叫做 He is He is He is 所以我们要到 这门课 几乎到最后 你才学得到 它是一个 咪动词 它是个咪动词 因此是站 因此是站 站 然后前面有个 He will be 好像有点 站在什么下面 是的 但这里却是指的 最高 最高 至高者 最高的那个人 说 他是那 至高者的 子 儿子 He will be 然后 Kai 将被叫做 将被叫做 也是一个将来 时候我们以后再说 来自于路加福音 第一章 第32节 所以他说到 你会发现 我们的 贯词 指示词 和人称代词 这三点 这三种词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它们有些交叠之处 有些交叠之处 我希望你自己 在学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的这句话 会有更深的一种把握 在我看来 确实有道理 但我指 这 跟我指 它 在一定程度上 是有一定联系的 这是 关于这一点 哦 这是 之前的一个东西 这一页也应该是 多余的 来 多三页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知识点 这个我稍稍挑小一点 来看下一个知识点 关于所谓 第五格 第五格 叫做 呼格 呼格 Vocative 他说我们第五格 也是最后一个格 我们来回顾想 之前我们学了 哪四个来着 第一个格是最重要的 那个叫主格 是吧 也是 我们的词典形式 出于主格 单数主格 那主格 接下来第二个 第二个叫 鼠格 第三个叫 语格 第三个叫语格 第四个叫 兵格 为什么这么排啊 这是传统的一个 语法书的 排列法 有些人把他叫做 第一格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然后今天来学 第五个 第五个叫做 呼格 呼格呢 在某些教材上 是略过不假的 因为他 一方面是 比较简单 词兴变化非常少 第二是在 圣经中 出现频率很低 然后来看 说 他有一个 呼格的尾巴 呼格的尾巴 我们来看 下面给出的一个例子 叫 U-BAS-HOLEGON-MOY CURIE CURIE 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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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 SEDI ESTE VAS-HOLEGON-MOY ORANON 如何 这地方 这地方 终点讲这两个 就是CURIE和CURIE 对应下面这里的 Lord Lord JUA JUA Lord JUA JUA 那这个东西来自于我们的 CURIOUS CURIOUS 那谢谢看啊 来自于Q 然后 R E O S CURIOUS 来自于这个 然后将尾巴这个地方 变成 E CURIE 这就是 它的一个呼格了 CURIE CURIE 后面呢 后面呢 我们稍微来看几个地方吧 比如说 这里有个介绍短语 这个才是应该要做要求的 叫 ACE ACE 进到什么什么里面 TEN BASILIAN 王国 王国 国 接下来什么国 DON VORANON 天 天 而且是一个复数版的天 所以 所以 合在一块就是天国 你应该把这个东西记下来 对吧 你应该把这个东西记下来 天不止一重 是吧 天不止一重 那 我想的话 这个可能也是受了西伯来语的影响 因为西伯来语的天 就是不是一个单数的版本 来看前面的部分呢 WU 对应下面的NOT 不难 BAS 我们也学过了 也学过了 单数 单数 单数的话 那么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 后面的HOL HOL HOL 这里面的HOL 那么 贯词 贯词 那谁 那什么 那 说 说 那正在对我说话的 每一个对我说话的 这地方出现了一个分词 我们以后再说 Legon Moi Moi 对我 这个学过 接下来 Kure Kure 然后 Jua Jua 接下来 Eister 六世代 Eister 六世代 这里是Wheel Inter 一个将来事态 往后走 这是 进入到哪 进入到 天国里面 然后他说 大多数的 这些 Hugger 他的词心 其实都很简单 他下面 给出了一些例子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 比如说 他的负数 他没有说是哪种 性 哪种 是阳性 阴性 他只说 负数长的 都跟 主格 长的一样 所以 这是 第一条规则 我们来看 下面给出的 说 Andres Galileo Te Hestigate Emblefondes Eister Nun 最开始一来 就发出了一个 Andres Andres 人们 人们 编辑这个地方是呼唤 所以 其实一来就是一个呼格 Andres Andres 说 加利利的人呐 然后 Te Te 那么 Te 我刚才有说到了 大多数时候都是个what 不过有时候也是个why 为何 然后 Hestigate Hestigate 那 这个地方是 站 站起来 然后 Em 这个地方少一个 这个送气 或者不送气的符号 这个 问题都不是很大 Emblefondes Emblefondes 这个地方是一个 后面的 Staring Staring 看着 站起来 并看向 那个谁 Eston Urano 看向天 第二 说 如果是 第一变革的话 第一变革的话 它的 它的一个 单数 那么 跟 它的 主格 跟它的主格 长得一样 我们来看 给出的例子 叫 Erotes Heimu Pseje Ehes Vola Akasa 如何 Erro 这个是我说 我将要说 Erro 这个词 以后 我们还会单独来啰嗦 它有点麻烦 Ozo Te Pseje Pseje 我的什么 我的 Pseje 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 说我的灵魂将 说 将说 不是我的灵魂将说 这是 看不见 下面这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 语格 这地方是一个 语格 对 下面有一个 下有的 Yoda 看不见 说 而我 我将对我的灵魂说 对我的灵魂说 说什么 Pseje Pseje 直接喊它 灵魂 直接喊它 所以这个地方 Pseje 是一个 所谓的 Hug 但是这个Hug 长得跟它的主格 Pseje 是一样 然后 Ehe 你 你有点 你人话的说法了 是吧 你有 然后 Pola Pola 你有很多很多的 Agatha Agatha 好的东西 Agatha 好的东西 来看 下一句 第三种用法 第三种 或者第三种情况 如果是第二 变革 它的单数的话 那么我们以 Epsilon 结尾 就是刚才我们 记得那个 Curie Curie 那个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叫 Andro 有趣味 有趣味的是 这个人 它翻译成了一个 朋友 Friend Andro 接下来 Afe Ong Dai Afe Ong Dai 那这个其实是来自于 这个地方的 Forgiven Forgiven 以后再说它 以后再说它 一个被动 然后 Soy Soy 为了你 为了你 然后 Hai Martia Soy 学学看吧 这个倒是要知道 Hai Martia Hai Martia 那个 Hai Hai Martia 我们的 罪 罪 这里是一个 复数版 Hai Hai Martia Soy 你的 那些罪 你的那些罪 好 来看 第四 第四 如果是第三变革的话 第三变革的话 那么它往往就是它的一个瓷干 瓷干 把那些原始词比要去掉 我们看给出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 不光是瓷干 不光是瓷干 包括 包括 这个地方跟它的 与它的主格相比 与它主格相比的话 那么 还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我们看这里说 Pater Hui Mon H En Toys Ora Noise 这个地方应该是来自于主导文了 那么 Pater 这地方 直接Hui 是吧 说我们的 我们的 Fu 我们那在天上的Fu 看见 后面说Hu Hu 介词 我们之前有说到过 在介词短语的前面 还可以加上一个Hu 那么整体来说 就变成了一个所谓从句 从句 修饰前面这一块 那在哪的Fu 是吧 那在天上的Fu En Toys Ora Noise 又来了 你看这个天 它不是一个重天 是吧 这个Fu 是吧 前面的Pater Pater 这就是一个Hu 他用了 他用了 他的 这个 直接用了他的词干 他词干就长Pater 那么 跟我们的主格相比 主格叫做Pater Pater 可以写写看啊 叫 Pater Pater 那主格长这样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他 在时长上 缩短了 从一个长的 变成了短的 长的变成短的 那么 他的词干 其实是一个短的A 而主格的时候 这个东西被延长 好 Pater 维梦 这下面也谈到 他说有时候 有时候词干 词干 是有点变化了 他的一个长度的 往下走 接下来我们谈一些 其他方面的议题 比如说 他讲到了 所谓 形容词有三个集 或者说 有 原集 原集 我还真学了一个词 原集原来长这个样子 叫做Positive 原集 比如他举到的例子 是大 那个词 刚才我们遇见过 他的原集 Large 长得是Megas Megas 然后他的比较集 Comparative 更大 叫做Maison Maison 而变成Superative 他的最高级的时候 Largest 变成了 Megas Megas 所以Megas Maison 和Megas 有趣味的是 在 这个通用希腊语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话呢 逐渐的 这个东西的用的 越来越少了 最高级用的越来越少 有一个用 比较及替代它的一种 替代它的一种趋势 在天国里面 较小的那一个 它没有写最小的那个 它说较小的那一个 但是在你翻译的时候 你却要翻译做 最小的那一个 往往看 下面一个叫做 融合 融合 classic 来自于 那个 拉丁语的 然后 什么叫融合 两个词 真的是合并成了一个词 比如 比较常见的一个叫 Kago Kago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融合符号 或者也叫融接符号 在上面有一个小撇号 这个小撇号 可不是什么 所谓的 送气不送气质的事 因为按照我们 送气符号 它的 要求的话 它应该是 只能出现在词首 而且是原因开头的词首 才会出现 它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就不符合 那这个地方 反而它提示你 其实是有两部分 合在一块合并出来 那么就是Kai和Ego 这个并不难 并不难 Kago 是吧 Kai 丢掉了一个 后面的Yoda 而前面的Ego A也不要了 所以你也牺牲一块 我也牺牲一块 最终把两个拉在了一起 变成了Kago 好 这是 关于融合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形容词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容词 形容词 Bolese 很多很多 在英文里面的话 我们会说 有些是可属名词 有些是不可属名词 然后呢 你修饰这些可属名词 不可属名词 这个数量词 或者数量形容词的话 还要有讲究 是吧 要有many 还是有much 可能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考题里面 还有这方面的考题 你该用哪一个呢 但是在新来语里面的话 不管是many 还是much 都是这个东西 Bolese 我们来读读看 我来读读看 Bolese Bolue Bolow Boloon Boloy Bolong Bolois 和Bolus 最有趣味的 其实在于 它的词 干 它的词干 尾巴 尾巴 除了第一个这个尾巴以外 和这个尾巴以外 其余的尾巴 都是你熟悉的尾巴 但是它的词干却很有趣 如果你整个看整个表格的话 其实绝大多数的时候 它的词干都是 Bol 和两个Lambda Bol 和两个Lambda 就只有在这 Bolus 和这里的Bolune 这两个 包括中性的Bolue 和这里的Bolue 就只有这个和这个 它的词干有了变化 只有了一个Lambda 只有了一个Lambda 再加上一个U 再加上一个U Bolus 然后这里的Bolune Bolune 然后书本上也说 它其实有点混合的意思 因为这两个的变化 这两个的变化 其实 其实倒是比较像第三变革 也像第三变革的变化 而这些尾巴 这显然是我们第二变革的尾巴 显然是我们第二变革的尾巴 然后来看这一变 说Bolay Bolays Bolay Bolain Bolay Bolong Bolays Bolas 这个是你熟悉的 对吧 而且它的词干非常的稳定 都是Bol 两个Lambda的情况 后面是该是什么尾巴 就是什么尾巴 阴性的这一变 然后到了中性 又有点小区别 Bo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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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la Bolong Bolois和Bola 那还是有我们那些规律 比如说这一个跟下面这个长的是一样的 是吧 主格跟宾格长得一样 然后 它们又跟这里的阳性这里一样 它用了一种只有一个Lambda的这么一个词干 而其余形式绝大多数都还是一个两个Lambda 并且后面的词尾都是你熟悉的那些尾巴 好的 我想那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这些议题 我们练习还是按照惯例留到下一次再来处理 那么下一次课这回应该不会再放格子了 下一次课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名词系统的最后一课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学完了名词系统 我们这一本初级教程 这本初级教程就翻过了三分之一 翻过了三分之一 那么我们下一次名词系统的最后一课再见 拜拜